即使没有观众 她仍在卖力的表演 根据柳州日报的报道 惊人一女生在游葫芦古镇时 录遇了一场特别的演出 起初她听到喇叭声 还以为只是在放普通的音乐 没想到是演员在台上卖力的表演 但是台下却空无一人 天寒地都懂舞台 无人观看也无人喝彩 这一幕让女孩动容不已 当听到演员就假装和观众对话 谁说再来一遍来着 她忍不住捧场的说 我说的再来一遍 台上大叔立马笑着回应 好顶杆子顶凳子一下子扑到地上 虽然只有一个观众 但是却为了她展示了所有的本领 戏一旦开演就必须演完 演戏有个规定 戏开场八方来听 一方为人三方为鬼 四方为神明 这是义这是范 这是根本这是一辈子的坚持 有网友想起了自己老家 首庙人每周唱一次木偶戏 只有偶尔一两个老人在听 但是却仍然坚持了几十年 即使没有观众 他们都把自己的本质工作做好 对传统文化的振兴 对于全力以赴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说一声 再来一遍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主持 也是台下一个观众朋友 仍然坚持到了最后